比亞迪就昨天公佈了業績 你又幫我們分析一下究竟業績怎樣看 以及究竟值不值得這隻股份 跟Tesla比又怎樣呢 比亞迪首貴多賺2.4倍 順利超過8億人民幣 新能源車的行業增長 就帶動到營收升到6.3元 這份業績是否收貨呢 我覺得是收貨的 因為它之前出了一個營起 預期首貴的順利增長大約是 8.7至300%左右 現在出到來增長200多個% 就是在它出營起的區間中間 所以應該算是一個 符合大家預期的業績 但符合預期也不算是一個學驚喜 因為之前已經出了營起了 頭三個月那些產銷數據 其實也是全部出了 雖然不算特別驚喜 但是如果你說要去跟其他同業比 是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今年其實整個行業都是非常之困難的 面對著供應鏈的短缺 他們很多成本都高了 甚至很多蔚來 或者蔚來有一度停產 長期的個別車營是停了的 都看到面對著這樣的環境 其實最強的車廠就是Tesla和比亞迪 現在比亞迪大約是在 202至244左右的這個區間 還是在這個區間環境中的 如果是想保持的話 最好就是讓它可以破上去的區間 破上去的區間 就是代表資金馬力夠強勁 這樣部署上就會比較好一點 例如會不會可以 站穩244以上的 然後你就可以用 這幾天的低位 212這樣去擺放這個做防守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保持的 尤其是如果去想市場是否要好 要去買回來 就是會選擇什麼 首選的都是比亞迪 另外就是一些公用股 公用股的礦跌能力也比較強